2021年,中国信用卡诞生36周年,自1985年中国银行发行境内第一张信用卡以来,30多年间,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信用卡产业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伴随着消费金融潜力的释放,移动互联网和金融科技的变革,补写了飞跃式发展的历史篇章,助力了中国经济腾飞。 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成立于2002年,拥有成熟的信用卡交易系统,龙卡网络覆盖全国,建行卡中心营运处坚持以人为本,不断创新的服务理念,坚持统一品牌,集中管理,专业服务,集中运营的专业化,集约化运营模式,不断推陈出新,市场影响力,产品竞争力,客户满意度,风险控制力不断提升。 在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,信用卡行业风险考验较之以往有所增加。 建行卡中心提前的布局与结构优化,使得营运处依然可以相对从容的应对挑战。 2021年上半年,质卡中心平稳有序开展质卡作业,不断优化质卡全流程管理系统,积极推进质卡外包、磁条控白卡、卡含信封印刷屏等采购工作。 上半年累计质卡1094万张,同比上升15.58%,账单科不断优化账单查询内容,上线位出账单明细贵组功能, 按卡展示应缓缓额计算公式功能,并通过上下联动,加强分行培训与考课,提升申请渠道电子邮箱地址的填写率。 2021年上半年,电子账单平均替代率为89.89%,继续保持行业领先。 外级结算科全面落实一个体系,两个引擎的推进以及六瓦核心能力建设,不断改进吸口、优化流程,提升清算运用质量。 2021年上半年,累计清算业务量27.83亿笔,清算金额3.05万亿元,合算质量保持稳定。 集中作业科围绕电子化、自动化和规划三个发展方向,实现全行信用卡账户资金平稳运用。 2021年上半年,购车分期交易供对涨31万笔,手续费对涨金额达到近13亿元,之多44个购车分期平台队账单。 运营支持科深入挖掘数字化经营能力,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体验,持续推进智慧化、流程化、平台化能力建设。 上半年,共积核2.9万笔,全线维护0.79万笔,参数及业务规则维护125.72万笔,分别重比增长10.24%,24%和41.4%。 使善见者,无形天下,迎创亲路,运营安乐,初心扑改,比例前行,耕云不息,硕破雷雷。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之际,营运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,不忘初心,比例前行,坚守营运理念,铸造营运之梦,为中国信用卡行业的发展添砖加瓦,尽年国之力。